各位民建議的朋友,我是黃定光 自從去年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立法之後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現在在討論個人私隱條例 四百六章的修訂 這個修訂主要針對在黑暴期間那些攬炒派對有關人士起底 利用個人資料作為攻擊武器 不單止對個人被起底的人士造成很大困擾 連他的配偶、子女甚至左輪右里親朋即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騷擾 在這裏立法,我覺得是制止了這種惡行 而且是非常大的懲處 如果用簡易程序,是罰款十萬監禁三年 如果嚴重的話,是罰款百萬監禁五年 但是在我們討論過程中 立法會裏面還留下一個半個的攬炒派議員 提出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他認為這個修改是包庇權貴 是對於一些揭露造成障礙 司馬超醫生路人皆見 他們自己苦心自問 當日他們這樣做 究竟是揭露權貴裏面的陰暗面 還是做一些新聞資料 他們的企圖超然自切 我覺得有關修訂是很有必要 我是堅持支持 各位朋友,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、留言、讚好、訂閱 我們的WeChat、Facebook、YouTube 多謝大家,多謝你